好那外套呢其實就看得到它是一個比較oversize 所以其實不太分大小 所以呢S到XL都可以穿 它比較特別的外套是它後面其實做了一個這個鬆緊帶的設計 這個鬆緊啊它只是一個造型用而已 所以不用擔心它會硬梆梆梳在你的肚子上 它這個鬆緊帶是彈力非常夠的有沒有看到 輕輕就可以這樣彈彈彈 好然後呢它的釦子是這種霧扣的 很特別的就是一個外套的形式 這一款的外套跟褲子的最尾部都是不修編的 它其實就是會這樣捲上來 所以呢不修編有一個好處 如果呢你是身高比較矮小的 褲子太長你可以直接剪掉 那如果有這種鬚鬚的呢 其實稍微修一下就好 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會遇到的問題就是你要下水洗完的時候 你的衣服會不會是完好的 厚度的部分呢我覺得它是春夏也可以穿的 春夏也可以穿的 它就是一個介於中間不厚不薄的一個棉料喔 這個口袋是假的 它只是一個造型用 真的口袋是在我們褲裝的口袋 那褲長的部分呢 剛剛有說它是不修編的 所以呢 就是161公分 其實我現在穿的是平底小白鞋 完全沒有高度 黑色你看穿起來就有另外一種帥氣的感覺 黑色不用擔心它很熱 因為它其實是棉質的 所以這個棉質的厚薄度是四季都可以穿 所謂的四季都可以穿 冬天要怎麼穿啊 那又那麼冷 冬天你可以外面再加大外套圍巾就可以了